在每個人的童年裡面呢 都有一些回憶 那我的回憶呢 大多數是被神奇寶貝所佔據的 所以因此我這次的作品呢 是透過這樣的背景來製作的 那我是蠻喜歡神奇寶貝這個卡通的 因此我來做神奇寶貝球 當然它的種類是非常多的 那至於它們怎麼被製作出來的呢 其實它們都是從無到有意義的被建立出來的 怎麼做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 Let's go 首先呢 是透過Study Wars這個軟體 來做建立3D檔的動作 可能就是要一步一步慢慢做 我這邊就是做一個示範 不會再做詳細的解說 我們隨便看一個檔案 是透過一些指令 那這些檔案呢 基本上可以用基本的指令可以做完成的 那這部分後面我會再來做示範喔 那接下來就是要轉程式碼的動作 就是切片軟體的設定 那這裡為什麼要以半圓來做製作呢 我這邊就不再另外探討了 有興趣的人呢 可以去看我上一個龍珠的作品 好 那這裡轉完之後呢 好 我們就可以轉檔 讓參與電源去工作了喔 那列印完之後呢 有一些小地方需要做一個拆支撐的動作 那這部分呢 是不會太困難的 好 留給大家去嘗試喔 那列印完之後呢 那列印完之後呢 有一些小地方需要做一個拆支撐的動作 那這部分呢 是不會太困難的 那這部分呢 是不會太困難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打磨的動作 打磨通常是跟支撐是有相對的關係的 有支撐的地方通常我們都需要去做打磨的動作 把它修整一下 或者是我們在列印的過程喔 有列印不漂亮的 有毛邊的我們也需要去修整它 那至於打磨要打磨到什麼程度呢 就一個人的喜好 你如果要細一點漂亮一點 你就打磨久一點 如果你只是想要把毛邊修整乾淨 那你就稍微把它修乾淨就好了 好 這邊就依個人的喜好去做打磨的動作 好 做到這一步 大家辛苦了 打磨是一個很辛苦的工作 接下來呢 是一個重點 就是上色 好 這邊神奇寶貝呢 上色是一個最大的關鍵 因為你配色配得好 它相似度就會很高 所以這邊呢 大家要留意一下你的配色囉 好 那再來呢 就是慢慢的塗 一筆一筆把它塗漂亮囉 Let's go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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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塗这么久 终于我们把它涂完了 非常的辛苦 上次的碗终于干了 我们可以拿来做粘合的 那在粘合之前呢 因為它是球型的 很容易在黏的過程它會滑掉 所以我們底部可以最好拿一個像是海綿的東西 挖個洞,讓它固定住 在黏的時候,它在乾掉的過程當中 它才會以這個方向,黏合在一起 不然它可能會滑掉之後,滑成這樣子 黏起來就會歪歪的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囉 好,太好了 我們終於完成了可愛的神奇寶貝球 是不是非常的可愛啊 如果你有興趣的趕快去底下連結去下載 趕快來製作吧 你可以參考我的製作方式 那如果你對我的影片,我的作品 是有興趣的人呢 歡迎用多種方式來支持我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神奇寶貝球吧 電影 平面 我們 很緊張 緊張 放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